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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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祷告 天父 求祢 赐福每一位听众 求祢 开启我们鼠邻的眼睛 明镜与点栏目 你在警醒的时候 你不是眼睛闭着的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瞎眼的人在看电视啊 有可能哦 他不是透过眼睛看 他是透过耳朵来听 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是眼睛闭着看吗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瞎眼的人呢 他开车啊 要警醒 所以我们来看到警醒的力量 所以你看到吗 如果你常常警醒的话 他可以救了我们脱离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困难挑战 这句话是耶稣过去对门徒所说的一段话 今日是在对你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要警醒 要警醒 要警醒什么了 为什么要警醒呢 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地警醒 我们要好好地警醒 天天都要警醒 我们要非常敏锐察觉 我们要非常敏锐察觉 我们的灵灵必须要实时地来警醒 所以第一步你必须要实现 认识、认识、认识 是你的眼睛 首先你要警醒就是说 你的眼睛要睁大 要仔细地观看观察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你的肉眼 还有属灵的眼睛 还有在你心智力的眼睛 你的心智力 就是说你要实施意识的 你的灵灵的敏锐度 这些是你所需要具备的 还有你的良心 他在告诉你什么 这一切能够帮助你警醒 我们一起来说要警醒 先生你要警醒 妻子你要警醒 妻子你要警醒 包括儿女们都要警醒 母师师母都要好好警醒 同工也要警醒 每一个人都要警醒 特别是在现在这样子的时代 他说免得你跌倒了 就好像说你在走路里都不小心的话 你有可能就怎样跌到水沟里去了 或者是说如果你在骑摩托车 你都不小心的话 不警醒 你不总要查看的话 你可能撞到别人的车 撞到别人的家 或者自己撞到电线感 为什么我们要警醒 约安福音十章十节告诉我们 约安福音十章十节告诉我们 他说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 要杀害要毁坏 所以你要警醒 特别在这末时 特别在这末时 我们要比以往过去更加的谨醒 小心 首先我们要很谨醒 要避免分心的灵 分心 很多基督徒 很多人 都分心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够警醒 他们本来要祷告的时间 都已经被占据 用在其他地方了 所以要警醒 分心 他们对神的火热 他们对神的火热 也被转移了 所以要警醒 仇敌来偷窃 你本来很专注 你很专心 你很专心 仇敌 就带来一件事情 让你分心了 因此你要警醒小心 想一想 有什么事情 现在让你分心了 在家里 可能是有另外一个男人 另外一个女人 在公司里 因为嫉妒的缘故 许多多人也分心了 你的梦想 你是不是也分心了 你已经离开了你的意向 你已经离开了你的呼召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让你分心的事 当耶稣在这里提到 他说 要警醒小心 他说 总要警醒 免得你跌倒了 你不会成为受害者 你看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 太多的孩子们呢 他们呢 就已经成立在手机游戏了 他们分心了 或者电影 或者爱看电影 结果他们也分心了 包括大人也一样 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分心呢 耶稣说到要警醒 要祷告 If there's any time we need to watch more It's now 什么时候我们要更加的警醒呢 当然就是此刻啊 我们要警醒 Against the speed of manipulation by the enemy 当然我们要警醒 要很小心 仇敌所带来的这种操控 A great man like David 就好比我们看到圣经 这位伟大人物大卫 was being manipulated 他被仇敌给操控 to number Israel 他呢 他去数点以色列人 they persuaded him he could not he was heavily manipulated 虽然周围的轻信 都告诉他说 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坚持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仇敌强烈地操控了他 that brought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so many thousands of the Jewish people 结果他这么一数点呢 就带来了数千名 数千名 这个以色列人呢 被神给毁灭了 because one man was being manipulated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呢 他被操控了 the old prophet and the young prophet the young man was distracted manipulated 再来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老先知 跟一个年轻的先知 by the old prophet 这个年轻的先知呢 被老先知给欺恐了 he was torn by a lion 最后呢 他的下场就是 被狮子给咬死了 Dimas Dimas an apostle 他是一个使徒 was distracted 一样他也分心了 but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就是因着他那一世界呢 他整个人分心了 it was manipulation 一样呢 我们看到呢 这简直就是仇敌的操控 that he forsake the things of the Lord 以至于呢 他离弃了主 and win out of the faiths 他就整个人离开了信仰 because of the pleasure of this world 因为他贪爱这世界的享乐 watch 要警醒 要小心 you gotta watch 你要警醒 what are you watching number 3 在第三个要警醒什么呢 watch again the spirit of laziness in prayer 你要很警醒 不要让这种懒于祷告的灵呢 进到你生命里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圣经上说到耶稣告诉我们 人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and people were selling and torn on the table and there's something Hey come on now my house shall be called the house of prayer not a day of teams and robbers 你看到 圣经 耶稣啊 当他去到了圣殿 看到他们怎么在圣殿里面呢 做这个交易做买卖呢 所以耶稣就翻倒了他们的桌子 告诉他们说 这个店 我付的店是要作为万民祷告的店 你们怎么把它变成是一个交易买卖的店 这就是许多人不祷告 很多人他们越来越不祷告了 为什么会这样 就仇敌的作用 因为他们会说太忙了 很忙啊 这一祷告生活 渐渐减少 减少到五分钟 甚至有一些人一整天都不祷告了 分心了 不再祷告了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仇敌就让他们都忙西忙的忙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偷走了他们的祷告生活 以至于呢 他们整个人就瘫痪了 所以要警醒 你是否还是像过去这么热情的大众 你一天花几个小时 再导歌呢 你一天花几个小时 再导歌呢 你可以好好做一个记录吗 记录你周一到周五的日常活动 然后来比较一下 你到底一天有 你到底这一整周 有多少的时间在祷告呢 太多人是太忙碌了 或者太懒惰 太懒散了 以至于没有好好地在神的同在里面 好好地祷告 仇敌是怎么做工的 当仇敌他成功地让你离开了神的同在 他就可以来欺负你了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要警醒 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呢 还是很火热吗 还是跟过去要麻麻糊糊糊 你的祷告生活究竟如何呢 你还是很有热情的祷告 充满火焰的祷告吗 还是你觉得祷告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活动 我参加一下就好呢 你的祷告生活有没有进步呢 还是退步呢 你的里面有没有新内容 有没有新的内容呢 有新的层次吗 有新的境界吗 有新的频率吗 你有没有在祷告的当中很享受与神的相交呢 是因着出一股热情 促使你来到神同在神的面前吗 很多人已经失去了热情 很多人都失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警醒 要好好的去检查 醒失你的属灵的生命状况 这就是你自己要去查验的 就像保罗告诉教会说 你们自己要自我省察 是否还在这个信心上 要警醒 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呢 还在挣扎吗 还是勉强呢 还是应付呢 还是还在努力当中呢 你的祷告生活究竟是如何呢 仇敌呢 他是不断地在对抗你 他能够偷窃了你的祷告的生活 他偷窃了你的能力 他就偷窃了你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就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受害者 所以为什么耶稣吩咐我们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再来你要很警醒 小心 避免灰心沮丧的灵 很多人灰心 他们觉得对祷告很灰心 他们对于读经也很灰心 他们也不太想去聚会 也不太想计时 但是只要跟属灵事物 要追求那一方面 他们都觉得灰心不想做了 因为仇敌呢 用各样的挑战呢 去掐住他们 结果他们在各方面都灰心了 家庭的问题 健康出状况 又有经济压力 或者生意出状况 还有情绪上的不稳定 还有心理上的一些状况 各式各样挑战 结果就灰心了 灰心了 要警醒 你要去小心 到底有什么事情导致你灰心了 问你自己 像大卫所做的 这是你自我来警醒的 自我来警察的时候 在诗篇的42篇 你看到吗 大卫他很老实的这么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一个超级机器 好 所以我们现在 等于我们要来照X光 诗篇的42篇第5节 为什么他把我弄掉了 他不是问他自己 他不是问他自己 宜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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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在问别人 而是问你自己 宜妹 宜妹 你的心为什么幽闷呢 你为什么在幽闷呢 这就是自我反省的时候 大卫发现说 不晓得什么事情 导致于他心里幽闷了 你不愉快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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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觉得没有力气 所以大卫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问自己 我说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幽闷 到底什么事情导致你幽闷啊 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不已呢 为什么你在我里面这么沮丧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的心幽闷 第二个我灰心我 我烦躁 我很喜欢他 要这样子的对自己的回应 我说 玉闷啊应当仰望神 他少年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绝对不会心啊 我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烦躁了 所以你看到吗 大卫不断地对自己说出鼓励的话 他说我不会心啊 我要好好照顾他 因为他是帮助我的神 我信靠他 你知道为什么大卫能这样做吗 因为大卫他相当的警醒 大卫 神知道会有事情要发生 这些事情会再来挑战 在问题会发生之前 神就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我们看到约束亚七十一章 第六节 他说要刚强 要壮胆 要壮胆 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东西 再来第七节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挑战会临到 但是你如何事先就解决 这问题呢 第一个你要相当的警醒 第二个要刚强 第三个要壮胆 这样子的话问题还没有临到 你老早心里就已经有解答了 因此当困难真的来了 你的勇气就出现了 力量就出现了 你不断的警醒了 你就知道说我不会回心了 我不放弃的 我不会心情不好 你就知道如何抵挡仇敌 因为你已经非常的强壮 刚强 你已经非常的刚强 你已经充满的勇气 你不断的在警醒 你在祷告 你在警醒 而且在信心中你是刚强的 你已经抵挡了仇敌 因为你非常的敏锐 因为你非常的坚定 因为你非常的坚定 是什么缘故导致你沮丧了呢 有什么事让你沮丧灰心呢 你是可以来抵挡他的 你可以来拒绝他的 你可以来拒绝处理掉那样子的灰心的 你可以告诉你在面对的问题说 我靠着耶稣我是一个得胜 而且是得胜有余的人 你可以告诉你的困难说 我是重神生的 凡是重神生的就胜过了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的信心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十三节 这样告诉我们 你看保罗怎么说 他说要警醒 你们勿要警醒在军道上站立的文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你有没有好好的警醒 要警醒 他说要站立的文 在真道上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要刚强 所以有没有看到当你警醒 你有好好的装备 你刚强 而且你站立的文 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 你就是穿戴全副的军装 再来 你要警醒 小心挫折的灵 要记得 永远记得 魔鬼 他就是一个贼 他会呢 让一切事情 迟延了 会带来的障碍 或者各样的拦阻 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你非常挫折 如果你没有警醒的 小心的话 你真的就会挫败不已 而且呢 小事情都会激怒你 小事情不是那些 就会让你觉得很挫折 挫折 你就心神不宁 就没有喜乐 就没有平安 这一切都是仇敌的伎俩 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 你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让你非常的挫败 那你发现了你就说好我要拒绝 我要抵挡这个挫折 要警醒 再来你一定要警醒小心来拒绝任何不生育的灵 什么叫做不生育呢 例如你在工作上 都没有进步 或者做生意 一样也没赚到什么钱 也都很挣扎 赚不到什么钱 再来你的灵敏上 也没成长 不结果子 是教会的 同样的只有二十个人 三十年来永远都是只有二十个会众 如果你没有警醒的话 仇敌一样他就可以打败你了 或者你结婚了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生育 但是你打从心里是真的喜欢 有自己的儿女不生育 所以无论这个不生育呈现在哪一个方面 你都可以对抗他的 圣经上说我们要抵挡魔鬼 他就从我们身旁逃走了 Amen 任何形式的不生育今日 藉由神的大能 我命令这些不生育的灵完全被破除 Amen 好好宣告神的话 破除不生育的灵 在你的灵命上 很多人在祷告生活方面 他们是不生育的 也就是说呢 祷告讲不到几句话 没话说了 也没有办法有长时间的祷告 他们的灵命就是没有办法生育 没有办法有生育的 你是可以打破这个不生育的 藉由神的大能 藉由神话语的启示 藉由见识 还有赞美 破除一切的恶 藉由圣灵的启示 藉由加征的力量 还有这个多结果子的能力 你可以不断地宣告多结果子 在你的生命中 耶稣说要进行 第七 再来你要警醒 要来抵挡持炎的灵 耶稣呢 祂到了圣殿 他发现有一个老妇人呢 她被魔鬼压制了十八年 捆绑了十八年 他说 神的百姓 岂不是应该要 老早就应该要得释放了吗 怎么这样子被捆绑十八年呢 同样的如果 筹笛捆绑了你 让你的神机迟迟的没有实现的话 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破除这个持炎的灵 阿们 另外一个持炎的例子 就是你看到在约翰福音 这个生病 在壁士大池旁 生病三十八年的人 他在壁士大池旁 他在壁士大池旁 感谢神啊 这个人并没有放弃啊 所以你也不要放弃 另外一个是 一个换血肉的妇人 十二年了 一个例子是 十八年的生病 一个是三十八年的病人 一个是十二年的病人 你看到 近这么久 沙拉是二十五年 都没有办法上去 以色列人被俘虏 以色列人呆在埃及的 应该只有四百年 竟然呢 是最后呆了四百三十年 这个就是持炎 今日借由神的大能 我们今日破除在你生命当中 各样持炎的灵 上面 你妹 今日任何持炎的灵 让你没有办法 得着你的奇迹的 让你没有得医治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一切持炎的灵 都被破除了 开始好好尽情的赞美神 来加速神迹临到你 你说 这种实验的灵 我怎么破除它呢 第一 第一个就是神操战的造访 第二 祭食祷告 第三 就是天使的介入 第四 先知性的介入 第五 就是在灵里面 你有至高赞美 就是在灵里面 你有至高赞美 这些都可以命令 超战的速度里面 还有呢 神超战的补偿 来破除实验的灵 再来要警醒 再来要警醒 against the spirit of prayerlessness 再来你要警醒 要拒绝 要抵挡 不祷告的灵 是什么 让你不再祷告的 到底有什么拦住你的祷告 Satan, you can't stop my prayer 你不能够来阻止我祷告 我一定要警醒 当你有好好地警醒的话 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watch 要警醒 so you must watch all of this 所以刚刚提的这几方面 你都要警醒小心 be sensitive 你要敏锐察觉 he said be vigilant 圣经告诉我们 要谨慎 spiritual vigilante 你的灵你要警醒 number one you will stop the enemy from messing you up 所以我们看到祝福 第一个祝福就是 你不会让仇敌 在你生命当中 胡作非为 如果你能够好好警醒的话 我们来看到圣经怎么说 哥罗西书的四章二节 哥罗西书的四章二节 continuing in prayer watch in the same with thanksgiving 你们要恒切祷告 再一次警醒 感恩 continue don't stop 他说呢 要继续不可以停止 don't stop it gives you another key 再来又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秘诀 watching with the same with thanksgiving 他说不只警醒而已 还要感恩 father this thing will never accord again in my life 天父 这样一个事件 不会在我生命当中 重复上演 这些的受苦不会重复上演 所以事先 你这样祷告 你很警醒 当你继续祷告 任何的恶事 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的家庭里 或耶稣基督的里 你不能够再重复上演 所以你不能够再阻止 一些的挑战 换句话说 有一些的困难挑战 你可以事先就阻止它 不准它再发生 你看到吗 当你警醒 小心的话 你可以看得见 你就可以阻止它发生 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到一个车 离开车 走到哪个方向 因为你可以快速地 逃避它 你可以逃避 就好像说 你看到前方来一车 失控了 然后它好像快要撞到你 因为你看到你可以赶快怎么样 你赶快可以到旁边去 避免它真的撞上 因为你有警醒 你有小心 你有小心 你看到了 所以你赶快逃过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你可以获得的祝福 那在灵里呢 神呢 让你做了一个梦 让你梦到说 会有意外要发生了 你醒过来后 你就开始导致 你就进一时 你这个意外的灵 我捆绑你 我阻止你 它不能够发生的 我耶稣基督的灵 它绝对不会发生 它绝对不会产生 它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你能这样做 因为你有在警醒 神向你显明 你就事先阻止它真的发生 所以为什么你我要成为属灵的人 这是必要的 因为它是很关键之要 让不好的事情 避免它发生 the enemy is coming to attack you remember the enemy is a spirit being before as a plan to come God reveal you'll stop on the way 记得吗 仇敌它是个灵 所以当他要来攻击你 或者他想要带来任何意外的时候呢 神就先向你显明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在灵界里面 你就阻止它 让它不准发生 所以要警醒 有祝福 警醒是可以带来祝福的 因为神可以在梦里向你显明 当你在睡觉 或者是在意象中 或者透过启示 神用这几种方式来告诉你 很多人呢 很多人都有神告诉他们的不同的方式 然后他们就好好花时间的进食祷告 就阻止了这样不好的事情 不让它发生 这一切就是因为有警醒的缘故 或者是什么 caraverse 去行进食祝福 要求我们到乎以领便 但是有在乎尝试 米 Sabbath 要继续祷告 要继续地警醒 在这里说到 还要感恩 在第二点 你会怎么样 你事先 你就已经是一个得胜者了 你获得胜利了 你会获得胜利了 当你好好警醒 神就会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再怎么来胜过仇敌 你应该如何来处理 所以你这么做之后 你就怎么样 你就已经是胜过了仇敌 你是一个得胜者 记得吧 70%到80%是纯粹属灵的 换句话说 任何事情自然界发生前 就在灵界里先发生了 神会事先地向你来显明 所以要警醒 physically spiritually 是重要的 所以你要得胜的话呢 你在灵里要警醒 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要警醒 这是必要的 你不是把一切都当为 没关系 在理所当然 而是当神如果向你显明的话呢 你就要开始要征战 你就开始属灵争战 你就与仇敌对抗 你就抵挡仇敌 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这样你就可以事先来阻止不好的事情 不让它发生 再来另外一个好处呢 你可以享受超自然的突破 你可以享受你属灵的突破的 怎么说呢 因为当神向你显明 有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然后仇敌又来拦阻 不让它发生 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仇敌赶走 透过祷告 那你驱逐他 让神的这些的美事 能够成就在你身上 你精力超赚的突破 Daniel has prayed 答应你祷告了 而天上已经答案要给他了 但是你看到呢 这波斯的魔君呢 就阻止了天使 不让他把这个答案呢 给戴伊犁 所以从这样子的情况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基督徒 他们的祷告呢 也是像这样子一样 但是戴伊犁的例子 是戴伊犁他持续地警醒 他呢没有停下来不祷告 而是他继续地祷告 直到他真的获得了这个答案 也就是说 他得到了他的突破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非常的敏锐察觉 而且要有持续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 我们来看这节经文 来我们一起来看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万物的结局进了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世界的情况 就是正如圣经所说的 到处充满了危机 到处充满了困难 到处都这样 所以这就是这里说的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他说 要谨慎 要谨慎 自首 进行祷告 不要把一切事情 都当成是理所当然 Put on the old armor of God Like Paul said 我们应该要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要穿戴 全部的军装 Let your faith be actively actively inactive 让你的信心 是非常非常活耀的 Let your faith be active 你的信心一定 必须是活耀的 Not a sleeping faith 信心不要沉睡了 But an active faith Working faith 而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 是一个活耀的信心 No.4 再来第四 神对你生命当中的旨意 或者你所领受的预言 能够来成就 这就是当你有警醒的话 可以带来的好处 神对你生命当中的旨意 神对你生命当中的旨意 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应许 当你有好好的警醒 你就知道说 当你有好好的警醒的话 在灵里你会晓得该怎么做 好使神的应许 或神的预言成就在你生命中 当你领受的预言 不是领受就算了 就去睡一大觉 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要透过祷告好好祷告 直到祂实现 你要在灵里要警醒 你要非常的敏锐 你要在灵界里面呼求 他们要实现在自然界里 任何想要拦阻这些应许 或预言成就的各样的事 你就要在灵界里面 你就要阻止他们的作为 耶稣说要警醒 你有没有好好警醒呢 你有没有好好警醒 看顾你的家庭呢 你要好好地警醒 看顾你的命令 好好地警醒 看顾你的灵命 当你有好好警醒 看顾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人生全方位都是得胜的 现在我要为每一个人祷告 救恩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 很简单 重要就是你接受耶稣 邀请祂进入你的生命中 让祂成为你生命的主 你这样就得救了 救恩就是如此的容易 它不是强迫你 而是你个人的选择 当你愿意选择 接受救恩 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你就是选择的生命 好不好 我们为还没有 信耶稣的朋友来祷告 你可以邀请耶稣 非常美好 非常美好 有价值的 我非常享受 成为一个基督徒 今日我也希望你能够来 认识祂 来接受祂 好不好 请你闭上眼睛 跟着我们来做这个 简单有利的祷告 主耶稣 求你赦免我的罪 进入我的心 成为我的主 我的救主 我口里承认 主耶稣 我信你相信 我信你相信 耶稣是我的救主 我选择要来侍佛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天佛今日 我为每一个人祷告 这些决定接受耶稣的人 求你拯救他们 赦免他们的罪 带他们来到你的面前 并且赐福他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今日我们也为 每一位基督徒祷告 从奉耶稣基督的名 从现在开始 你要领受敏锐的灵 好好警醒 基于神的大能 你要警醒 奉耶稣基督的名 every enemy of progress 任何 担阻你进步的仇敌 任何仇敌的攻击 我赐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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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神的大能 或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释放恩高 得胜恩高 得胜恩高 得以敏锐 让我们每一个人 领域是警醒的 是察觉的 向耶稣基督的名 我宣告一字 任何被仇敌所捆绑的人 都要得释放得一字 向耶稣基督的名 任何被捆绑的 现在都完全得释放 愿你们被恢复 被苏醒 借由神的大能 往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神赐福您 谢谢您观赏这个节目 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 继续蒙受数天的祝福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